啊 呀 金尼达手工教室 大家好 嘿 金尼达 金尼佑 今天呢 叫朋友们用材质 做一个超级炫酷的陀螺哟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GOGO 需要的材料有材质三张 拿出第一张材质 我们先做一下陀螺的底座盘 把材质翻过来 进行一次对折 展开材质以后 转过来再进行一次对折 好 接下来我们往对角线上 折一个三角形 同样的 另一边也进行一次对折哟 朋友们 你们也折出这样的折痕了吗 下一步我们把材质展开 把边角折到中心点上 这次我们要折一个小三角形 用同样的方法 折好剩下的三个边 OK 接下来把我们折好的地方全都展开 这次把边角折到我们刚才折出折痕那条线上就可以了 像静妮这样用同样的方法完成剩下的三个边吧 下一步把折好的三角向内折一下 像这样把三角盖住呦 车 接下来我们来折放在中间这里的战绳盖吧 拿出一张材质跟刚才的步骤一样 先折出折痕 折出来四角四角 展开 折出三角三角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把边角折向中心点的位置呦 朋友们有没有跟上来呢 接着像静妮这样把材质翻过来 同样的把边角折向中心点的位置呦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再翻过来 用同样的方式往里折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接下来把刚才折好的底座盘拿过来 把我们折好的战绳盖放进底座盘里面呦 注意 底座盘中间的折痕和战绳盖这条线要对上呦 下一步用手指按住中心点 把底座盘的边角折进战绳盖下面呦 像这样 往底下折进去 用手按按 完成剩下的三个边 好 接下来再把边角向内折一下油 朋友们你们看像这样把这里向内折 对准下面的线折下来就可以了 同样把剩下的三个边都折好 朋友们折出这个模样了吗 下一步把这里向上折一下 折出一个小三角形把剩下的三个边也折好 这样的话战绳盖安装完成 哇哦 兴兴 陀螺已经可以转了 最后了我们来做一个手把吧 第一步就是一样刀四脚四脚三脚三脚 不同的是这次要离中心点留一点距离哦 像这样我们来折一下三脚形吧 折剩下的三个边的时候呢 两个边之间一定要留一点距离 下一步同样留一点距离 我们再把每个边折成三脚哦 OK 再折一下 留一点距离 折一个小三脚 好完成之后 翻过来 像基尼这样按住对角线的折痕 这样的话手把也完成 接下来把手把插进战绳盖里面就可以咯 像这样插进去吧 一闪一闪的陀螺完成 是不是很漂亮哦 用手转的话 转得也特别好哟 今天基尼用非常简单的方法 制作了一个炫酷的陀螺哟 朋友们怎么样 看得开心吗 朋友们也一起制作属于自己的陀螺 然后和朋友们对决一下哟 那么基尼以后还会带来更有趣的手工制作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